大家好,我是沖先生,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俄乌战争发展到今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已有不少影片讨论过,所以不在这里和大家展开 但如果我说美国在俄乌战争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甚至我说没有了他们,战事根本延续不到今天 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反对 但我感觉,这次美国可能有机会成为黎菩萨 甚至不止是美国,连英国和其他国家都自身难保 很难再向乌克兰伸出援手 到底在泽连斯基手上的乌克兰,未来会变成如何? 今天开始之前也提提你,记得按下各红色的儿子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铃铃,选择全部,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可以到我的网站Chungstock.co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去联络我或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新冠疫情加上俄乌战争,可以说是2022年的双鬼拍门阵式 不少国家都奄奄一息,美国当然也不例外 而这些种种的后果都反映在民生上 当地的市民已经开始不太高兴了 加上大家都觉得乌克兰不断伸手拿钱 华尔加日报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 反对支援乌克兰的美国共和党选民比例激增 共和党的人越来越反对无底线地去援助乌克兰 最新的民调显示,认为美国援乌过头的整体受访民中 由3月的6%暴升至目前的30% 俄乌开战以来,拜登政府提供乌克兰的各项安全援助 已经接近180亿美元 乌克兰总理最近都在柏林表示 战争已经摧毁了35%的乌国经济 呼吁西方马上再给170亿美元去纾困 还向美国开口要求明年起 每个月给他们15亿美元去舒缓经济 试问,如果你是美国公民的话 看到这些数字,我相信你都不会支持吧 其实在今年的9月份已经有民调指出 美国人厌倦军事支持乌克兰 期望美国通过外交去结束战争 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其实传出过不少风声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先前暗示 如果掌握国会,可能会裁减对乌克兰的军援 共和党的众议员阿姆斯壮指出 共和党对军援乌克兰的态度转变 可能是出于选民的反馈 他说,当人民看到食物集货的价格上升13% 能源和水电费翻倍 如果你刚好住在边境的话 周围都是移民和芬太尼 乌克兰绝对是你最后才会想到的事情 所以削减对乌克兰的援助 很大机会会成为大家拉票的筹码 其实我明白的,自己国家的问题 包括移民、犯罪、通胀率等等都处理得不好 自己的国民都可能在捱我的时候 还要输出去照顾其他国家 的确是说不过去的 现在送了武器给你,你都不争气 九成的美国军援高危军火去向一无所知 甚至是落入犯罪分子的手里 这样你叫人家怎么帮你呢? 虽然我之前的影片都说过 义气和天然气,当然是天然气值钱 支援乌克兰虽然是伤害到西方人民 甚至是伤害了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之间的感情 但孤立俄罗斯的确是养肥了美国 大家可能不知道 最近因为汽油的价格居高不下 不理于民主党的选情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变成了韭菜 美国总统拜登在10月31日指控石油公司 趁俄乌战争谋取暴利 他威胁下,如果他们不设法增加产能和降价 就要立即拖保利税,养肥了你才劏你 想不到了吧? 说回支援乌克兰的事 只可以在嘴巴上支持的除了在美国之外 英国也加入在行列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导称 因为无法负担每个月大约2,000万美元的通讯费用 乌克兰军队1,300台星链设备被断线 大约占乌军部署的星链总数三分之一 SpaceX的创办人马斯克之前都因为星链太过消遣 敦促过美国国防部为缓乌的星链费用买单 随着俄乌战争越拖越长,近期频频传出星链服务由谁买单的争议 显示乌克兰星链费用问题开始成为烫手珊瑚 自从俄乌冲突以来,SpaceX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星链设备 除了供应给乌克兰的军队,都比乌克兰的平民可以使用互联网 外界认为,在本地通讯设备遭破坏和干扰的情况下 星链对于乌军的通讯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这次受影响的是乌克兰3月由一家英国公司购买的1300台星链终端机 服务的终端在10月24日开始,为了确保星链的连线 SpaceX向乌军收取每台每月2500美元的费用 总开销到9月份已经增至2000万美元 知情人士说,由于乌军缺乏资金支付账单 这些终端机被切断连结 断线对于依赖星链的乌军造成了严重问题 上述星链的设备被切断之前,乌克兰国防部在10月初 请求英国国防部去支付这一笔每月325万美元的账单 但遭到英方无情的拒绝 报道更加指,欧盟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90亿欧元的额外财政援助 但几乎当局至今只收到30亿欧元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之前也批评过欧盟 说这60亿欧元的余款迟迟都未到账 所以,美国面对中期选举和一系列内政、经济等问题 英国、欧盟面对这个冬天都自身难保 甚至是无能为力的问题 不知道扎连斯基除了以批评的方式去催促西方各国高速和大力地援助之外 有没有想过其他的方法去解决这一场纷争呢? 就例如好好地坐下来和俄罗斯用外交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难道真的要战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每个月以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了 现在YouTube 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个Thanks 的按钮给大家之前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